雪梁哥加营外环公路今天清晨发生死亡车祸 一辆载着冷冻机的罗里翻覆后 撞向另一辆载杀罗里 造成一死二伤 再相隔不到十分钟 南北大道也传出了死亡车祸 三辆罗里和一辆轿车追尾相撞 导致一名罗里司机混沌公路 今天清晨5点50分 一辆载冷冻机的罗里 突经雪珠加营外环公路 第14条8公里处时 发生意外 罗里不知何故失控翻覆 撞向前方一辆再杀罗里 再冷冻机的罗里司机受轻伤 但是罗里内的两名乘客 其中一人被夹在车内 伤势严重 当场死亡 另一人则受重伤 消防机拯救队在接到投报之后 马上赶到现场 用了五分钟 把加闭车内的乘客遗体移出车外 同时也把伤者送到双膝毛诺医院 接受治疗 而在加营外环公路的死亡车祸发生十分钟后 清晨六点 南北大道靠近雪州万脑 第437.8公里处的路段 也发生车祸 一辆在塑料的罗里 猛撞一辆行驶缓慢的罗里的尾部 之后这两辆罗里停在左边车道 由于罗里停放的地点是转弯处 加上天色黑暗 就在这时候 另一辆罗里闪避不及 猛撞停在路边的两辆罗里 造成罗里司机蒙受重伤 之后再有一辆尾随在后的轿车 撞上罗里的尾部 伤者之后被送往双溪盲络医院救治 车祸叫成该路段大堵车 NDP7综合报道